华语会上活不上 我一念的时候通通都来 真的 还有很多 你讲经你现在看到的 一两三百人而已 有很多幽民界众生也来听经 你看不到 我可以感受得到 但是我不会讲这些 所以佛度是无量无焉的众生 还有些连友 我还记得有一年 我在台北县某一个地方 遇到一个团体请我去讲经 我讲四十八大院 非常的出圣 甚至很舒适很舒适 有天有一个护法干部 他开车来就送你出去办事 他就问我 师傅 你有没有那个 那个 那个 我说哪个 哪个 我说你手指有问题 他说师傅你信一点给我看吗 我说信什么 我说信你的头啊 他说你有没有有一点通啊 我说我胃肠 可见他是希望我是能安心一下 他讲完没有神通 他才来决定要不要拜我师父 我一讲就把他踢出去了 我才不会教这样的图定 为什么 那个不能啊 讲解决业力的 第一天我就讲经讲 神通以不过业力 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讲到真的神通可以解决大家 我就不用讲经了 大家我们就坐下来这样 所以你看到四大名山呢 佛教徒去拜的时候 就是拜佛 礼佛朝圣 可是道教徒呢 去了这种 哎呦 这边磁场能力很悄 赶快吸哦 就这样跳 那不是像蚊子一样吗 这边吸过来以后 写得要吐出去吗 这些都是有违法 这些都不是清净的佛法 佛法灭在哪里 我告诉你 佛法外道灭不了佛教徒的 有佛跟菩萨 天龙八户保佑 在华元会上 法华会上 波仁会上 佛呢 都放光了 摄死众生 乃至于你听法华经 释迦牟尼佛到现在都还在 只是你看不到他 你的功德力不够 可是佛法会被灭 灭在哪里 灭在在家跟出家 没有正性的佛弟子 就是简单的讲 你家人啊 外面人不会 是你兄弟吵架的时候 你家就分了 佛教徒若 在家毁谤出家 出家毁谤在家 南川毁谤大乘 大乘毁谤金康乘 佛法就是这样灭的 佛教徒就是要讲感应 神通和三世因果 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才会让正方灭 知道吗 所以你归因了三宝 你要相信 佛菩萨的力量 一定大破一切 妖魔鬼怪 那至于你的业 无法改变 那你要慢慢的来 要进入文师修 要修戒定会 要参与自己的业障 这是很重要的 请看 下面张范图片 所以佛佛在世的时候 圣弟子对佛是非常非常恭敬 可是佛在世的时候 他是很有福报 佛在世的时候 也有阿瑟士王挑战他 也有啊 但是佛他不放弃 还是继续讲经说法 佛在世的时候 他有六情比丘 在僧团里导弹 每天制造麻烦 那僧团呢 也因为阿瑟士王的挑拨 曾经分裂啊 佛呢 无口活心讲经 劝大家 一直到了灵旧山的时候 佛讲法华经 跟大多热经的功德 让很多人呢 参主这个业障 僧团才能 你看 佛在世都会这样 何况说我们现在是末反 所以不要去追求一些奇奇怪怪的 而要相信真正的正法 请看三十三页 第二十堂 三世道 Approach of the three levels of baptism 讲下世道 仅三 下世道 是弃恶和向善 就是说他不修恶 会造恶法 不造杀道 然后呢 下善 比方说其他的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他们都是属于下世道 简单的想象 人天的善法 他们也很好 受基督的这个摩西实践 或是回教的很多戒律 所以他的心很好 对不对 但是他还是不在六道里 这叫下世道 几次 共中世道 就是说 他知道轮回真的很苦 我想出六道轮回 但是以自己的解脱为主 所以叫做做 to attend the self-liberation 就是自己的解脱 而且轮回真的很苦 第五个 上世道 就是发愿要广固一切的众生都成佛 比方说进入大乘佛法 我想在座的各位联友 你都是有善根的 听到大乘佛法 可是呢 下世道跟中世道的基础 还是要一步一步的 要去努力学习 你若不学习的话 你建的房子是不会垮的 请看一下第八寿 下世道 诸及男人恶趣苦 能人说是恶业 故众遭遇命难 对不起 再念一遍 故众遭遇命难缘 忠无作恶活子行 他说 假如我们在这个世间 会遇到很多恶人或恶事 碰到那些极端男人的恶趣之苦 像地狱恶鬼畜生 这三恶道的痛苦 释迦彭尼佛都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他有这么痛苦呢 是因为过去他造了很多恶业的缘故 所以他今天很苦 因此 无论在任何时候 就算你丢掉了你的性命 也绝对不要去做恶伤害众生 这一点佛子行 应该要常常警惕自己 这点非常重要 有时候我们在做生意当中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我们在公司行号也会遇到奇奇怪怪的同事 人家去造恶业 做杀盗遗忘群士 做福定子 不要呆呆的就跟人家好 你应该宁愿要坚持自己 因为你是佛教主 你相信因果 你知道你现在要是得到了短暂的快乐 将来是会六道理回的 所以请看下面三十四页 三十四页 补充资料讲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 发菩提心有四种 思维 出佛发菩提心 观生过患发菩提心 慈敏众生发菩提心 求罪圣果发菩提心 这个在第二篇里面讲过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第二个 怎么样思维自己身体有很多的恶业 过患不清净 是苦空无常而让我们生起菩提心 请看三十四页 观生过万发菩提心 有五个事 第一个要观察我的身体 五音是 跟四大 四大是地水古风 五音是射手想行事 请你去查佛学词典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这个身体啊 是你当时在投胎的时候 是爸爸妈妈的精子和卵子 还有你的神事 你投胎的 然后慢慢慢慢你就长大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出生的时候 你这个娃娃吃掉了多少的肉 是不是 有些人说 哎呀小朋友不给他吃肉 会不会营养啊 也不见得 吃素的也有很多 吃肉的也有很多 也是很瘦的 吃肉的也有很多 是瘦瘦的 吃素的也有很多圆圆的 所以可见呢 营养其实现代人 都是够的 当然你如果小朋友吃的话 要注意 假如淡奶素的话 是吃可以淡跟牛奶 可是你要想想看 我们这个身啊 从我们出生到现在 你如果没有学佛之前 你是吃过多少多少的肉 造过多少的恶业 还有呢 世间人都喜欢钓鱼 钓鱼是很快乐 但是你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 所以换句话说 你想一想 我们这个人啊 来的人间啊 为了满足啊 让你这个人啊 活下去 其实你伤害过 很多很多佛的众生 不管是直接的或间接的 对不对 很多在座的妇女 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 对不对 杀过很多鸡啊 鸭啊 鱼啊 那你想想看 假如你是鸡呢 你要不要被人杀呢 你可能跑最快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这个身体啊 造了很多很多 无量的恶业 其实这是不干净的 应该是鱼 所以在其他的宗教 像印度 波罗门教 他们很多也是吃素的 第二个 自光我生 九孔长流 臭贵不尽 深艳理想 我们每一个都喜欢漂亮 爱美是人的天性 其实清静跟庄严的自然 自然就会庄严 可是假如你想说 你很爱漂亮 你每天爱漂亮 都怕皮肤啊 没晒到太阳 然后呢 你每天呢 就为了你这个身体 花了很多的钱 化妆品 照顾自己 举方说 外国人很喜欢运动 我觉得适当的运动很重要 但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很多人喜欢健美 他花了很多时间 不是觉得头脑简单 四肢发展吗 你死的时候 那些肉物都看不到的 可是他花了一生 非常多的钱 很多的时间呢 可能一天花了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呢 天天就在运动 就是什么 肌肉要健 那我问你 你摆个年底去做 不是更漂亮吗 所以人啊 真的很天天大 全世界 beauty and the natural 都要做很漂亮 都把人啊 化妆得美美的 其实那些广告 都是骗人的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人是不亲近的 可是这句话很难接受 假如我们出一个广告 四面处 观身不尽 光受是苦 假如出一个很丑的广告 或出一个很丑的杂志 或生病的时候 或是你躺在床上流浓的时候 我跟你讲 那这个杂志一定会倒闭的 全世界都要嘛 但是事实的真相是这样 所以在南传佛教里 注意听 修不尽观 就是可以到坟墓的当中 去看尸体 或是佛教徒 在家出家 可以到医院的太庭间 去看不尽的尸体 就告诉我 死的时候就是这样 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 为什么 反正都是别人死 我们会死 其实你死的时候 跟别人都一样 你想想看 我们早上天气热一点 身体上九个孔 都会流出很臭的味道 那你最漂亮的美女 你说啊好美 早上拉起来 老公 哎不臭啊 去刷牙吧 对不对 我问你 臭是真的呢 还是美是真的呢 答案里面都是这样的 那只是暂时而已 所以学佛的人 你不要去执着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像你轿车一样 你要去保养 但是你不要花很多钱 很多的时间去执着 所以身体是不静的 你要深厌理想 这样你的烦恼 就会淡一点 假如什么东西 你能爱美 爱漂亮 要吃得好 穿得好 你的贪真之烦恼 就会很强 这是修行人 重要的地方 所以太漂亮的人 很难出家的 接下来看看 第三个 自观我身 你说就算你外面很漂亮 可是你心中也有贪嗔痴的烦恼 你有无量的烦恼 常常火烧功德里 烧掉你很多的善心 所以这个烦恼是我们要努力的 所以我常常说 佛教徒每天早上起来 刷牙洗脸之外 还要洗自己的心 再讲一遍 佛教徒每天早上起来 刷牙洗脸 你要想我早上 打扮得漂漂亮 干干净净 就是礼貌 可是你有没有每天洗你的心 你要诵经 念佛 静坐 做早课 这个才是洗你的心 接下来再看第四 自观我的身 对不对 就像给你用个七八十年的车子 用完以后就像肥皂泡一样 生灭吧 你有一天之后是要生气 这样子 你一想完以后 你会很感动 你震撼 你才知道 哎呀我这一阵子这么苦 就是为了这个臭病 每天从早到晚要赚钱 要做工 要吃饭 其实我就是为了这个身体在活而已 你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个身体有没有做一些善事过 我这个身体有没有帮助做众生活 所以在禅宗里 师父常常教土地 在洗澡的时候 洗澡要快一点 你又在臭皮囊 又在刷皮囊 怎么刷这么久 你每天都在刷 但是你又要刷你的心 所以讲这个注意 注意听 最重要要有awareness 要有觉性 是要告诉你 你若没有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会执着你的身体 为了这个身体 你会满足很多欲望 而且造很多恶业 甚至不死伤害众生 像中国人就是很喜欢吃 越捕越大豆 对不对 还要吃舌血 憋血 其实那些都是上身啊 你杀的越多 你的命会更短 但是跟他讲真话 他都不相信 所以 佛告诉你这些真话是说 身体就像借用的轿车 你要定期的保养 要照顾它 但是你不要执着它 第五个 自观我身 心中有贪嗔痴 有烦恼 把它盖住 你的心就像非常黑暗一样 水造了很多恶业 心情 六道理为 无利应付 就是你想一想 你这辈子 从来没有做过 帮助一些众生的事 这是很可惜的 来生你还会不做人呢 不一定 再看第九诵 是三十四页 第十七行 三有乐 顿号 如草 不露 事须于情 坏面坏 故于不变 欠脱果 追求 是 佛子行 三有是 欲见 色见 不色见 我们身在 欲见的世界 三有的快乐 就像草头 早上各位看过 早上的露水 早上草里面有露 花也有露水 可是当太阳翼 起来的时候 露水就蒸发了 一刹那之间 稍纵即逝 因此 假如我们一生当中 只是绝求那些 虚幻不实的快乐的话 那是很可惜的 可是反过来 如果你把你的精神 跟体力 好好的去 帮助众生 学习佛法 精精的研读经论 行读撒道 你看 我讲经的话 我也不要整身体 对不对 我说生病的话 我也没办法 为大家讲经哦 让我讲得关注 所以 生病的体力 讲到最后 是空性的 举个例子 就像刀子一样 你拿一把刀 坏人 可以拿这个刀杀人 但是 医生 也可以拿这个刀 帮帮人家解剖 治人家癌症 救人家的命 厨房里面的尸体 也可以拿刀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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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菜 给你们吃 所以可见 刀没有好 根换 我看你用什么心去用 佛要你知道的是说 三界的快乐 真的像短暂的 你说吃喝玩乐 沙大饮料 我快乐吗 老实讲 真的很快乐 佛经历写的 是真的很快乐 可是问题呢 它像蜂蜜一样 像糖果一样 你吃了一颗 就还想再吃一颗 有的一看小朋友 你给他一颗巧克力 他们说 师父我还有没有巧克力 这是比喻 一颗两颗三颗 你就一直控制 不止就会越吃越多 所以佛告诉你 这样的话 会付出很多代价 假如你把生命 用在去追求永恒不变化 最后就叫做 圣妙解脱的佛活 那这个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 精精修习的地方 或许你会觉得来学佛 要诵经 要念佛 要打坐 要做义工 要做这个 做得很辛苦 可是当你一天 真正的真经的休息 等到有一天 当生命结束的时候 你可能真正去西方 极乐世界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 哎呀 我以前努力 都是值得的 请看幻灯片 所以要常常想 六道龙回徒 这是在中国大陆 四川 重庆 大祖史 孤派的六道龙回徒 你看六道 上面三个 是三善道 我们是三恶道 我们是在人间 上面是阿修罗道 再来天界 下面是地狱 恶鬼畜生 你有没有看到 这六道龙回路里面 外面有一个很大的 那个炎魔王 这代表我值 中间在六道龙回里面 有一个佛 这个代表你的佛性 其实我们一生 都是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这一生 生米佛 太太 印度尼西亚 巴旦岛 来生你去哪里呢 那就要看你自己用功 过去呢 你可能在天上是美女过 对不对 可能你也做过小狗 小猫 你也在地狱受苦过 其实我们生生世世 都在这六道龙回里面 受苦过 可是你都忘记了 所以当听完佛法的时候 你要想说 我下一个子要去哪里 这一点要想一想 好 刚才讲 这个六道龙回徒 所以你要好好去思维 有些佛法 或许你听过 苦空无常无我 这个身体怎么干净 那个只是你的头脑知道的概念 可是它在你的内心里 并没有经过思维而产生力量 六道龙回徒 我想你不是第一次听到 可是你觉得 敢正管他的 我来一辈子还很会当你 不一定的 所以我很希望 在听佛子行三十七颂的时候 有些道理你可能知道 可是你要再去思维 所以英文讲 concept 在你的脑筋 concept 是个概念 可是你要去思维 就是think in the doctrine 你要想这个道理 它才会转化在你的内心里 产生experience 才会产生的power of the dawn 是法的力量 否则你无常规无常 等到灵命中的时候 还是妈的哭 这个哭爹喊鸣的 你还是怕死 因为你平常产生的佛法 你只是变着战道 精灵之道 可是你内心里 并没有去消化 所以我会尽量 时间虽然很有限 但是我会尽量减 但是也会用很多例子 你要去鼓励 你要去产生力量 产生力量的时候 你心中就会正如法光 你走到哪里 你的心会非常的安 这是很重要 请看三十四页 第二十一行 第五 上世道入大乘之门 说你了解轮回真的很苦 不但你自己很苦 你的家人很苦 你无量节的爸爸老妈妈 亲朋好友 都在轮回里面 举一个例子 像我的外婆 他一生很疼我 他过世 过世以后 虽然我们帮他注念 但是我知道 他没有去极乐世界 因为他平常就不太相信 那来生 他可能继续修持 当个人 对不对 或许在我无量节 入终生的时候 将来还会碰到我 我相信我也碰到他 但是你要想想看 你的过世的家人 过世的时候你很难过 但是过世三个月以后 你就忘记了 他可能投胎来 做你的子孙 你也不晓得 所以人就在无量节的轮回 真的想 有很多很多的众生 真正都不会你的家人 你忘记 所以这样思维以后 就会产生力量说 哎呀 现在的爸爸妈妈 不单是我 一世的爸爸妈妈 我的亲朋好友 有很多都是我 多生多结的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亲朋好友 我应该发心学活 将来以后 度他重复 这就进入了上次道 入大乘之门 请看 秉一 发愿菩提心 分二 先看补充资料 愿菩提心 我昨天讲过 愿就是一个目标 跟理想 为了自己 跟一切的众生 都希望成果 这样的大愿 叫愿菩提心 请看 发菩提心经论 发心平平二 第一个要思维 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 有五种功德 值得我们学 所以我们也要发心 而 好好的 成大顺 大道 请看 第一 思维 实发 过去现在 未来 一切诸佛 他刚刚那时 像释迦牟尼佛 要初发心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凡夫 他也是跟我们一样 有很多很多的烦恼的 可是 他跟我们不一样 是什么 他有菩提心 他深深事实很精进 所以最后他也成佛了 那同样的 释迦牟尼佛 过去无量节能成佛 那只要我精进的话 我将来也会成佛 了解了这个道理 这个叫发菩提心 再翻开三十五页 思维过去现在 未来 三世 一切的诸佛 都是很勇猛精进的 各个呢都能够成就 无上的菩提 这个菩提呢 不管你有读书 没有读书 你有学位 没有学位 你有钱 没有钱 只要你用东西 没有修习 这个菩提也是我可以得到的 这样的思维以后 你发无上的菩提心 比方说 我们大家知道 阿密伯伯 阿密伯伯在所有的诸佛里面呢 是愿力最广大无焉的 他在因地的时候 叫世间自在王无来 他对他的老师叫做 世间自在王无来 那他发了变四十八大愿 最后呢 法藏比丘 生生世世行菩萨道 最后拯救了极乐世界 所以他的愿力 广大无焉 只要在华人的世界里面 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阿密伯伯的名号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文书是令菩萨 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莲花生大事 所以阿密伯伯 他的愿力是最广大无焉的 阿密伯伯 因为要顾很多很多的众生 发现有些众生 跟他比较没有缘 所以阿密伯伯化现为观世音菩萨 其实观世音菩萨跟阿密伯伯 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叫很多人来 来念阿密伯伯 阿密伯伯 我来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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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人 死的人 才念阿密伯伯 其实这是错误的理解 他不知道阿密伯伯 是很殊胜的 无量受 又因为他排斥 所以阿密伯伯 知道化现观世音菩萨的道理 观世音菩萨 你看你观到道教佛教徒 可以说 整个地球里面三分之二 没有一个人不念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满你的愿 求什么就满你的愿 希望你在菩萨道上勇猛精进 假如你求观世音菩萨 他不满你的愿 你就说 那我不学佛了 所以观世音菩萨真的很了不起 所以我发愿 我将来成佛罗咒 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满十包一切众生的愿 但是我要一个拿棒子一个拿摩尼珠 你要好好精进休息 我就满你的愿 你要不乖的话 我会好好教训你不对的 因为我觉得有些众生是很坏的 所以我想我成佛的时候 应该一个拿如意宝剑 对不对 智慧剑 一个拿摩尼珠吧 你看我已经想好成佛 要是要死这样子 这是真的 我要发什么愿呢 我已经想过 将来的奥秘陀佛 极乐世界面前 在奥秘陀佛面前 不会吧 接下来看第三个 思维过去一切三世诸佛 有广大的智慧 在无名壳中 这个光谱因为他的造字没有 壳子的壳 在无名壳中 他建立殊胜的信心 积聚了很多的苦行 希望能够把自己能够复离三界 也广度一切众生出三界 所以我想到自己 我也好应该自己好好的努力 所以发福地心 接下来看一下 我要讲的故事 讲这个 佛卓菩萨想要见 弥勒菩萨的故事 先看 这一句是印度智慧的语 弥勒菩萨在都算听宫说法 事实上佛教徒也应该顾弥勒菩萨 所以慈慧静愿 一进大地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代表悲心 前面的桌子上面 有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的慈心 真正的弥勒菩萨 不是一般想象讲的 布袋菩萨 布袋菩萨只是 他的化身佛 真正的暴身 应该像看到幻灯片这样 是带着五方佛宝冠 然后我们的右手边 可以看到他右手边 他有一个如意宝瓶 左手边有一个转法文 真正的弥勒菩萨是非常庄严的 弥勒菩萨他不但是慈心三昧 事实上他的智慧也非常高 有波日波罗密 他在西藏有一个叫现观庄严论 就是讲波日波罗密 然后弥勒菩萨 他的肯定力也非常好 中国瑜伽师帝论就讲古从为士官 所以弥勒菩萨并不是你想象的说 把肚子大大的圆圆的花一丢后 那其实你太想看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是行结第五尊佛 他的功德力是非常大的 这个下一章幻灯片是新加坡 弥勒菩萨的唐朝的弥勒菩萨 你看十地的法 灵地菩萨 我非常赞叹这尊佛像 因为真正的菩萨是这么庄严的 佛像要雕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希望法诞导的莲友有空 新加坡很近 不要只是去逛夏克莫 也应该去弥勒菩萨里拜 庄严的弥勒菩萨跟观世菩萨 这个是台湾高雄紫竹林金社 以敦煌壁画和雕的三十二项的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他的右手是做思维像 他是想不要怎么帮助众神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要讲的故事是 印度有一位无佐菩萨 他很想见弥勒菩萨 他是修为事 他非常非常想念弥勒菩萨 他每天想到 弥勒菩萨我哪时候能够见到你 他想着想着 他就进去闭关了 他闭关了 第一次他闭关了六年 然后他每天就很虔诚的大礼拜 磕头送机念弥勒菩萨 然后他想在那天六年以外 结果还是没有见到弥勒菩萨 他就有一点失望 因为他一心一想要见弥勒菩萨 希望弥勒菩萨为他说法 想要见佛的这个心是很好 可是他自己在山上用功了六年 他还是没有看到弥勒菩萨 他最后想 大概我的业障太重了 我看不到弥勒菩萨 他有一点温馨了 他就放弃了 放弃了以后他就离开了官房 然后就出去走一走 走到街上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人在模着铁杵 铁杵就是铁棒 很大 他一直在磨 发出嘰嘰嘰嘰嘰的声音 他说老兄啊你在干嘛 我要把这个铁土磨成细细的针啊 他说哎呀那很难的勒 这样花很久了 他说对呀 可是我以后有信心的话呢 我一定能够把这个锄 不管经过几年几月几年 多长的时间 我都要把它磨成一个细细的针 但是他一听完这圣人就是不一样 他听到别人讲话 他可以有感动跟自由 他想哎呀 人家摩耶跟楚呢 都可以花这么久 怎么我要见别勒菩萨 见不到我就气眠了吧 哎呀我还是惭愧 我还是回山上去闭关吧 他就能在山上去闭关三年 然后每天拜 礼拜念诵仪鬼 念别勒菩萨别勒菩萨 三年以后呢 什么都没看到 他就觉得哎呀我的业障实在太重太重 这个时候呢 他就想又微信意了 就出了关法 然后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说哎呀 反正我业障很重啊 看不到没勒菩萨 那就算了吧 就走 走走走走走 走到一个郊外 看到一个老公公 拿着一个铲子 他家的门口一座小山 很大很大 其实也是大山 他呢就拿着铲子 一条就挖 一条挖就这样 一条挖 把老公公里在干嘛 他说我就要用这个铲子把整座山啊都给挖光啊 那弥勒菩萨就说你的铲子很小啊 你要挖到哪时候 他说没关系 我虽然是老母童 可是还是蛮有力气的 我还可以继续挖 我总有一天呢 会把这整座的山呢 给铲平 那这样的话 我家的门前呢 路就可以通达了 他听到以后 他说哎呀 你看 人家铲一座山啊 又有信心 怎么我要建一个弥勒菩萨 他就又没有信心呢 他想一想说 哎呀 还是很惭愧 我还比不上一个世间人 我是一个佛弟子 怎么比不上一个人呢 铲山呢 他还都有移民 然后他就想说 好吧 那我又再回去吧 我到山里去闭关 闭关又再闭关三年 所以六年加三年三年 就是十二年 对不对 十二年最后一天的时候 哎呀 还是没见到 这时候已经到半夜 他很累很累 结果呢 窗外呢 皎洁的凌跃 然后有一些时候 我看到 呼呼 就叫狗叫声音 就叫 但是奇怪 我闭关旁边 怎么会有狗叫呢 我住在这十二年 都不知道有狗 那狗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时候他就拿着蜡烛 然后当时没有手电动 拿着蜡烛就出去 然后就看到 哎呀 我官房外面了 一只狗 哎 很老很老 然后呢 他看了一门 哎呀 好臭啊 全身都是烂皮肤啊 上面呢 他拿着蜡烛一看 哎呀 都是长得蛆耶 因为五左 五左在没有出家之前 是医生 他学过医术 他学过中医跟医术 他一看就知道说 糟糕 这个狗啊 长得超大病 身上那些蛆蛆啊 你知道吗 一定要把它去开 否则他的皮肤会越来越烂 那他想说 他本来动在念头上 哎呀 那么臭的狗 算了 我不要看 他一转头 那狗就嗚呼呼 又叫了一下 然后叫了一下 他一回来 他想过 哎 算了 做不要 然后他要走的时候呢 那狗就嗚呼呼 又叫了一下 他就慈悲心生气 生气又怎么办呢 因为他拿着一个蜡烛 他也知道 那个区区 区区也是众生啊 你不可以用东西去挖它 你一挖它 区区会死啊 怎么办 我有一个方法 跪下来 他用舌头去舔它 哎 在舔它那一刹那之间呢 刚才就很恶心 他一舔 哎 怎么这么舔呢 再舔第二次 嗯 你舔 他这第三次要舔的时候 突然一刹那 狗就变成了 大慈 娱乐 菩萨出现了 这时候 无浓菩萨还有点抱怨 你怎么老也在这么久了啊 我要找你都找不到啊 十二年你跑去哪里啊 他说我十二年都在你旁边啊 他说有呗 有啊 你在念我的时候 我就在你旁边 我在你的头顶上 放光加持你啊 可是你因为一直执着一个像 你的执着心很重 说你看不到 所以十二年我都没有离开你啊 甚至我还变神通啊 那个铁柱磨成绣化针 那个就是我变的啊 还有那老人家要铲衫啊 也是我变的啊 就是你呢 混响着 常常退到心 所以之后这样子变了 就让你回来到心了 他说十二年我从来就没有离开你啊 因为你执着有一个像 所以你看不到 所以因为呢 只好我用神通关 关过你无量节啊 你曾经当过狗狗 一群狗里面的狗王 所以我只好变一个你最亲近的动物 让你 觉得很熟悉 你 然后呢 还忘不忘 救了你两次 你才回来啊 对不对 然后你在铁的那一刹那之间 完全无我 大悲心无路 所以你就看到了我了 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 我们常常说要拜佛拜佛 要见佛见佛 当你念那么大为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在你头顶啊 你不要不相信 你不知道 嘿 哈喽 观世音菩萨 我哪声照顾啊 对 你不用急 观世音菩萨真的就在你旁边 有人就会说 哎呀 师父厕所里面的念佛 哪里都有佛 所以其实你念佛的时候 佛跟菩萨 中夜都保护你 你睡觉的时候告诉你 佛菩萨也是千百亿发生 天龙发布在旁边保护你的 只是你看不到你 所以第一个 见佛这个愿是很好 第二个不可以急 你不可以每天换 这么观世音菩萨 我要见你 你不给我看 你越急 你越看不到观世音菩萨 因为你心中是急 你只有心静如止水的时候 不执着的时候 自然音源成熟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会现前 了解吗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若见到佛菩萨的时候 发愿的时候呢 会增长你广大菩提心 好 请看下面 四三十五页 第六行 四者思维 三世一切诸佛 当在做人的时候 他都是为大丈夫家 为了要度生死烦恼的大海 他呢 都非常的勇猛精进 我也是一个大丈夫 佛能做的 我也应该要努力去做 想到这样的道理 你就会发起徒弟心 第五个 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 三世诸佛 都是发大勇猛精进心的 他可以舍掉自己的生命 财产 为了求一切智 这里的一切智 是般若般若一经讲的 一切种智 你可以写在旁边 般若经讲的一切种智 所以我前几天才会讲 到最后学任何的法门 一定会拜大智 读书实力 当老师 所以我今应当随佛一次学 为了追求无上的智慧 有了智慧 你才不会造物业 你才会呢 真正有智慧而断自己的果实跟烦恼 原始事故而发广大菩提心 好 丙一发愿武提心 分二 请看 丙一 传至荆州大师 很抱歉 我找不到荆州大师的照片 荆州大师曾经来过 这个 迦他赶 早哇迦他赶 巴拉布都 他来过这个地方 他从印度 要去西藏之前 曾经来这边 传访过荆州大师 请看第十首 十 无始时来 明我者 母等若我乐得 故为肚珠无边重 而发 菩提 佛子行 他说我们想一想看 从无始以来 我们生生世都在轮回 我们都在投胎 所以事实上我们有无量无边 阿森其节的爸爸妈妈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父母 可是我们都忘记了 我们只想到今生父母 可是行一个菩萨道的人 常常要有想到 过去 现在 未来的一切众生 都当过我的父母 所以他这里经文讲 从无始以来 那些对我就怀有 爱 慈爱 跟怜悯心的人 假如这些大恩的老母们 都在轮回当中 继续受苦的话 那请问 假如你很快乐 可是你妈妈就不快乐 那你的快乐又怎么样呢 是不是 假如你自己吃得很饱 可是爸爸妈妈却饿肚子 那你感觉如何呢 当然你并不会很信任 所以因此 真正行菩萨道 不是看这一生 要看无量节 为了顾佛无边的众生 而发起出胜 跟尊贵的独提心 这个是佛子习应该要学的 接下来再看 丁二传至于极天菩萨 极天菩萨就是 我第一天送大家 入菩萨行论的这个作者 请看祭寿十一 诸福犹贪自乐起 佛从立他心所生 故将自乐与他苦 真心相患佛子行 这个寄送请做一个记号 就是有名的自他交换 他说 看看那篇 所有无余的痛苦 都是从哪里来 贪求自身的快乐 我们人有很多的痛苦 不管生的苦 心的苦 或是精神的痛苦 其实你为什么会痛苦 就是你贪得无厌 对不对 比方说你喜欢吃糖果 吃一颗两颗还不错 吃十颗二十颗 你就会中牙 到最后你就要拔牙 对不对 老的时候就会掉牙 是不是 你看掉牙从哪里来 没有人害你 是啊 你无法控制自己 你吃了太多了 好 刚才说 你老的时候会中牙 是因为你平常的时候 吃糖果并不控制 所以没有人害你 常常很多佛教徒都会想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痛苦 为什么人家害我 为什么要 其实没有人害你 是你自己 你今天好的也是你修来的 比如每一个人向往不一样 能力才华不一样 那是你自己修来的 你要感恩 你遇到不好的东西 其实也是你造来的 没有人陷害你 也没有佛菩萨 故意来让你受苦 那是你没有学佛的时候 愚痴心 贪嗔是所造恶业 杀很多的人 他就短命跟多病 你常常男女的欲望不控制的话 那你当然夫妻就会空挂起 对不对 你若什么东西都相信因果报应的话 那你生出来娃娃 那么你就是很愚痴 自己也很愚痴 所以很多的痛苦从哪里来 都是自长的 但是凡夫 他不知道什么是快乐 其实每个人都要快乐 可是假如没有学佛的人 他常常都是去造一些恶因 所以他很破坏 比方说从佛法五戒十三的角度来讲 不要说杀到人忘记 对不对 不要说杀到人忘记 在佛经里面常常最应比喻的是什么 杀身是讲猎人 这个呢 偷到 对小偷 营育呢 是在禁语 佛在书的时候这三种人是最难度 印度当时也非常多这样的人 佛不过我婆先劝他不要造恶业 但是他觉得呢 哎呀我现在不杀身 可是呢 我本来有做很好的生意 现在都是杀身 现在我不杀身 反而觉得生意不好 结果他就说 我还是要回去杀 他不知道杀身有病毒更多 不会说你不杀身了就不赚钱了 没有这样说的 对不对 你要不杀身还要放生还要不失 还要有慈悲心去救度众生 就会有福报 所以很多的痛苦都是自卖自己造成的 可是呢这个很难 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 接下来他就说 看幻灯片 而究竟圆满的大觉佛陀 佛陀为什么这么有功能 为什么到了释迦牧尼佛 现在灭故以后 大家看到佛的佛像都很欢喜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走到哪里都有他的佛像 这是他从利益众生的 大悲心的功德而产生的 所以真正的快乐从哪里来 帮助别人 可是呢你要去了解这个道理 你才会很帮助别人 一般人会说 朋友们拿面包给他吃啊 那我不是吃归吗 错 你眼睛只看这一事 假如你常常拿面包给他吃 有一天呢 当你的苦难的时候 或没有钱的时候 突然别人会送很多面包到你家的 你会很感动的 可是假如你不中这个善因的话 你是不会有善意的 知道吗 所以真正的快乐是从哪里来 帮助别人 给人家鼓励 帮助别人也不一定了 一定要花钱 每一个人都一生当中遇到痛苦 假如你的朋友 遇到了挫折 遇到了苦难 家里呢生活很辛苦 婆媳之间发生冲突 你给他鼓励 用佛法帮助他 这个就功德很大 对不对 假如有一个人自杀 你可能能够劝他 背头不要自杀 那比你造一个七宝塔 功德很大 所以真正是用你的悲心 这样对别人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详细的自他交换 怎么观想 或怎么实修 请你听我讲的入梧萨行论 接下来再看 三点二三十六页 你妈不舍离怨你菩提心 你发到菩提心以后 开始定义众生 就开始有很多考验 英文这样子 transform this belong to distressing in fact into the past of the practice 注意 你度众生 不是一度众生 就开始都顺利 你现在听的这个经营或是以前听过经营 发心 我开始要度众生了 开始发心 哎呀好高兴了 断了一盘财 给我妈妈吃 借我妈妈来写你 盐巴放那么多 然后呢 先生呢 还写你炒菜就太洗 最后开始 那为什么我开始帮助别人 怎么都遇到困难呢 这有两方面 第一是你的恶业陷情 第二 你应该感谢这些逆缘 来考验我 我是不是真正有菩提心 所以以下要讲的六段 就是讲 都是逆境 我们生活世界 因为众生的夜跟烦恼 所以很多 所以我们讲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所以你遇到很多逆境的时候 你要想 这些逆境啊 就是来考验我的 这些逆境呢 就是来磨练我的 我现在在这个说佛世界 我就是要逆境 用这些逆境来考验我 我才能够做大菩萨啊 这样你心灵一转了以后 遇到好的 你也不会太高兴 遇到不好的 你也不会难过 反而你要很欢喜地说 好的坏的 都是来考验我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听懂吗 请看下面 第一 不以八法当中失 失就是失去 来故事 请看第十二诵 比众因贪轻薄静 获令人夺静无宝 游将身财三世善 回向与比佛子行 他说 有时候我们亲人跟亲人相处之间 我们遇到不好的朋友 有些人因为巨大的贪念 可能会亲身来抢你的财产 或是间接的 所谓的诱惑或是讲是非 蛊惑你的亲人 间接来抢博你的财产 甚至还伤害你的生命 这时候你怎么办 一般人当然生气了 对不对 以牙还牙 他抢我的财产 怎么可以呢 我一定要报复他 我们的凡夫的念头是这样 可是当你申请这个恶念的时候 你想不可以 我是佛教徒 对不对 所以我发现众生五边是愿多 你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你抢了他的财产 他还是还你抢你的财产 甚至诅咒你啊 骂你啊 世间人有些人为了抢财产 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降头啊 对不对 看三世因果啊 养小鬼啊 乱七八糟 他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这很可怕 可是我们佛教徒要想 没关系 我要忍一忍 退让你 什么东西都抢不来的 是你的抢不掉 不是你的怎么样得也得不到 是你的福报怎么样保也保不掉 不是你的抢不到 还是你的业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请看经文 做一个真正发菩提心的菩萨 佛弟子 还要把我的身体受用 就是十一柱形的受用 以及那些我过去 对现在未来的善格呢 再回想给他们 有关键一点是 佛子们应该好好思考 那你听到这一段话 师父那麽是佛教徒都很呆吗 不 佛教徒看的不是只有今生 他看过去 现在很未来 别人觉得他可以抢到现在的产材 但他一口寄来的时候 可以抢到 决一个例子 最有名的米勒日报 米勒日报呢 他的姑妈就很讲话 动不动就要抢他的财产 他没有学佛之前呢 他就听他妈妈的话说 你看啊 那个姑妈还有故障 天天都欺负我 你赶快去学咒术啊 黑咒术就念了个咒 好咒咒 allá咒 杀害他 当时的他 他并没有学佛法 他只是要一念笑心 听妈妈的话 他就真正好去学咒术 结果他咒术啊 学得很临 结果他一念之后 就吓了吓冰宝 结果他村庄里呢 很多人都被他杀了 后来他听到佛法以后 他才知道 哎呀糟糕 我以前杀了很多众生 怎么办 后来他参悔 参悔了以后 所以灭热日巴遇到他的老师叫马尔巴大师 为什么要磨练他 拜到山上去盖房子 盖完以后拆下来 然后要从山下再搬上去 这样盖房子盖了八次 就灭了他八级的恶业 不然他要坐在地狱受苦 要受八级 他因为在上师有信息 所以上师这样磨他 所以他是掺除了八级的恶业 结果当他开悟以后 他的师父跟他说你还有一级的恶业 没有散除 你要好好定观修持 而且另一众生将来这些散除了以后就会散播 结果他这时候他回去 当他开悟以后 从 他的上师学到后法 你知道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回到家乡去 要度他的家人 结果他一回到家乡 他姑妈很紧张 哎呀糟糕了 我们散了财产的 冤金在头 灭热日巴回来了 那他就很怕 结果灭热日巴说 姑妈你不用抢 谢谢你 他说哎呦 你以前是恨我的吗 你怎么还抢 他还 现在要谢谢我的 他说以前我没有学佛法 真的恨你 可是现在我明了了佛法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假 而且呢 我去修行闭关的这十几年 还要谢谢你帮我照顾舔 对不对 不然长得被人家抢走了 所以我要谢谢你 那你既然要舔 要房子 我就通通给你吧 他的姑妈把他哭了 一般人觉得不会这么做 对不对 一般人一定跟你说 我一定要跟你算历史 可是你看 密热日巴他了解 一切东西都带你走着 他反而以欢喜心送给他的姑妈 感动了他的姑妈 后来他的姑妈 也学佛了 也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所以你要想 当人家占我们的便宜的时候 其实他是占不到的 我全世界各地去文化 人家占我的便宜的时候 我也知道 我不是傻瓜 我只是想说 好吧你要便宜就送给你吧 那我心中发热 我将来逗你成果 因为你占了一点点小便宜 将来才能逗你更大的成果 这样不是 我得到更多吗 事实上是没有失去 也没有得到 你要常常这样写 是你的绝对好调 那是你命中的福报 但命中没有 你能得到的话 那你是修来的功德 所以 第一个 当遇到别人跟你抢财产 我占你便宜的时候 你反而应该要有慈悲心 去关怀他 这是菩萨行 请看第十三章 不以丁二 不以八法之苦 而舍 请看祭首 我身虽无赏过旧 他人进来断骨手 与你还你 难忍非 怨戴其罪 否子行 他说有时候啊 人一人相处 你跟朋友相处 或公司行号 朋友同事相处 你虽然没有做错事 但是有些人就会气冲冲的 对你发脾气 甚至想要杀你的头颅 砍你的头 或陷害你 或是在 老板面前说你的坏话 或说你的是非 这时候啊 你先要平静一下 不要起身心 为什么呢 你要想 即便是这样 我还是要以更难行能力的 慈悲 跟怜悯心 来包吻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佛教徒吧 他就是看你眼前了 他得不到的利益呢 失去了 他就会 很喜欢讲八卦 说坏话 可是我们佛教徒呢 我们可不要去造恶业 所以你应该 你有慈悲跟怜悯的心 来包吻他 甚至啊 更进一步 你要发愿 将他那些恶业之古报 拿到自己身上 受 有关这一点 是佛子行 应该注意 好注意点 我这里有两个重点要说 第一个 男人的 悲悯之心 释迦摩尼佛 在《金刚经》里有讲 他曾经做过 五百事 忍入先 我想大家知道这个故事 就不用重复 当格力瓦要杀他的时候 他不但没有 憎恨心 他还发愿 我将来成佛的时候 第一个要怒他 所以怨的力量 是很大的 假如你碰到人家 对你不好 或是人故意毁谤 说你的八卦 或说你的是非 这要分两遍想 第一 这是我过去 曾经毁谤过他 讲他的坏话更多 所以我今天有这个恶业 所以 无缘无故 人家会来讲我 其实这不会 无缘无故 一定是我过去呢 也讲过更多的坏话 只是我忘记 第二个 你就要想 这时候人家讲我 坏话太好了 就是要修我的 忍入波罗蜜 我们后面呢 有讲六度波罗蜜 忍入也很重要 忍入呢 是要对着你的称心 凡苦呢 都是这样 人家讲我一句 我们就不高兴 你这样骂我一句呢 我们就能 抵押反押 这样是不好的 你反而心要很平静的 有怜悯之心 来面对他 当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的心念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关心 菩萨 关心 菩萨 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不止真心 听好 你的夜 这样就消除了 假如人家骂你一句 你也骂他一句 以牙翻牙 你就看到狗咬狗一嘴跑啊 你看到狗有没有 有时候两只狗 你是会打架 为什么 他生生世世 动在打架 很可怜的 所以你要想 忍一下 你并没有吃亏 第三步 更要发愿说 哎呀 他很愚痴 他没有学佛啊 所以这样造口业 现在呢 虽然给他骂一骂 他觉得呢 很得意 可是呢 将来他会受苦的 你应该发愿 希望 这里讲 发愿将那些恶业的人 拿到自己身上来受 注意听 这是菩萨的观想力 以因果来说 你是不可能 带人家受苦 现在有很多人听说 哎呀 我们诵经回向 要背人家的业 听好 不对 不是这样讲 假如我诵经回向给你 就背你的业 那谁敢诵经回向给别人啊 这个叫谁见 听好 你诵经回向给的人 是希望他 举个例子 就像一个人 他顺便的在医院里受苦 他现在心动不方便吗 我发心待众生受苦 第一是什么 我在旁边拿饭 喂他吃 这是一件好事 你慢慢喂他 等到有一天他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 他就自己会自己 为自己饭吃 所以发愿了 古贤十大约里面讲 待众生受苦 是只要扩大心量 但是在因果上 他是 你是不能等待的 这一点大家要听清楚 就像观世音菩萨发愿 要顾一切的众生 带一切众生的佛 那我问你 为什么我们还坐在这里呢 因为 因果还是要自作自受 释迦牟尼佛 也没办法带你的因果 但是 释迦牟尼佛可以教你 怎么好好忏悔 修行 修界定会 似修 而敢变你自己的因果 这样听懂吗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 待众生受苦 是指 菩萨发广大的悲心 并愿力 要救助众生 再看 丁三 请看 三十七页 不以八法 会放不舍弃 菩提心 请看季寿 十四 纵使众人百般 重伤我 丑闻 谣传 骗三千 无有 以身 此爱心 而占 他得 佛子习 他说假如有些人 故意对我用不各种 不重听的话 甚至在三千大千世界 到处的 广泛的 宣扬 过失 但是我要以深深的慈爱之心 来称赞那些人 其实虽然他们坏心 讲我的坏话 但是他这个人 也是有优点的 也有一点点功德 所以我们要想人家的优点 而不要想念到缺点 去报复他 或诅咒他 这一点是 佛子习应该实践的 这一点很重要 尤其是什么 佛习之间 一个婆婆要两个媳妇 A跟B 这个 妈妈我告诉你我最好 那个人不好 妈妈我告诉你我才是真的好 那个人假假的 你看 佛习就会这样 那这兄弟姐妹里面 好不同的老婆 都会在你的面前跟背后 讲一些话 这些是不好的 做佛教徒 不可以这样 佛教徒我一个建议你 虽然是佛教徒 好话坏话 要讲真话 但是讲话的时候要尊重别人 不可以伤别人的自尊 像爸爸妈妈也要交小朋友 有些小朋友没有礼貌 他说 爸妈我告诉你 你昨天的臭袜子就没有洗啊 你还叫我们要死袜子 你看这样子的话 小孩子是不可以的 你要教小孩子 不可以在大人的面前说别人的过失 这是不可以的 这有损口德 也有损听德 那你为什么会被人家说呢 我跟你讲 因为你深深深深深都在讲别人的八卦 佛乡图跟佛教徒也是这样 来到佛教里面 不可以讲别人的八卦 我觉得很奇怪 有些佛教徒 说要知道他深入境障 说我很忙 没有时间 一休息的时候就聊天 聊聊聊聊心散乱 就开始讲是非 是非讲多了就开始讲八卦 因为你常常喜欢讲人家八卦 所以人家也很喜欢讲人家八卦 这是英国报应 这叫做限制报 所以这里讲说 丑闻 谣传 骗三千 现在有很多传播媒体的不好 老师说大家都知道 台湾最有名的叫一周刊 所以我个人 这个人都不喜欢传播媒体 人家来传播我 不能够拒绝 因为我不知道 他讲的这些东西要拿去怎么用 可是现代人很奇怪 因为是八卦的报纸 大家通通要买 好的报纸 大家都不买 所以现在的人 造的恶业 其实比以前多 现代的科技很方便 甚至网路呢 都是揭穿人家的隐私 这是不好的 以前造恶业还没有那么多 现在网路啊 电视啊 DVD VCD啊 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自己的品德要总胜 还有要远离恶友 很多人呢 尤其男生女生 被介意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爱的呢 你爱我爱的生 爱的很好 待会翻脸的时候呢 隐私的照片 都会通通都上网了 然后拿这个呢 来威胁别人家 恐吓人家 甚至要人家的钱 这是不好的 就是你得到的又怎么样 所以听好 我们常常会被人家重伤 或人家讲我们的八卦 就要想 我是不是有意无意 也讲别人的八卦 讲说有 要唱 讲说没有 听好 那你就要向下面讲经文 我要有慈悲的心 来包容他 每一个人 我来人间 有优点 也有缺点 零友跟零友之间也是这样 他要总是去看人家的缺点 很多人也有些 零友会跑到我师父来 师父我告诉你 那个人你要小心 师父我告诉你 那个人你要小心 因为我是白痴 每一个人都有优点 跟缺点 我教我上边经测的干部 不可以说别人的是非 这很重要 不要总是去讲人家的坏点 那个人很发心啊 你为什么不赞叹呢 那个人很精进啊 为什么你不赞叹人家呢 为什么眼睛都要看人家的缺点呢 不好 知道吗 所以不要去讲别人的过失 每一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 我 看每一个人 我都很欣赏他的优点 但是是我的学生 是我的人友 他的缺点我很清楚 不用你来讲 我知道我怎么去教他 所以这样子的 你才不会让人家无法 所以菩萨界里面说 不可以说四众的过失 你必须呢 在这个心的地方要很谨慎 谨慎 好 再来再讲一授 就差不多了 好不好 时间差不多了 再看第十五授 看丁寺 不以巴巴基邪 基邪就是故意讽刺人家 请看 请看第十五授 众人于众己会中 公辅隐私出恶缘 于比环宜 义有响 而恭敬礼 而恭敬礼 佛子行 他说 有些人在很多 及格的场合当中 讲述有些人 不管是有意 或是容易的 故意呢 攻击我的隐私 说我一些难听的坏话 这个坏话 不管是真的 或假的 我都要修忍辱 对于这些人呢 我反过来要想 哎呦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让我修忍辱 莫罗蜜 因此 我们要把他当成 他是来磨练我修行的 而向他们恭敬的 鞠躬至敬 这一点是我们佛子行 应该修的 请看下面 菩萨界十界的基础 在《法华经》里面讲 释迦彭尼佛就生生世世做 常不清菩萨 这个造像呢 是在台湾 子竹林金色标的 常不清菩萨 我知道东南亚 华人的国家 很多人都喜欢送法华经 可是我觉得 你最八岁送法华经啊 可是你的心啊 跟身口意 应该向常不清菩萨去学习 常不清菩萨 他是一个比丘 他看到人都恭敬礼拜 不论在家跟出家 他都不轻视任何一个人 挺好 这里的礼拜是新礼拜 不一定说要看到执着 出家人要对在家去失败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恭敬你 你也有佛系 我不可以看清你 虽然你现在可能是 其他宗教徒 但是来生一学婆的时候 你精精的话 搞不好你会先给我成婆 这一点很重要 很重要 像我虽然出家了 我也不敢轻视在家居士 男众女众我都很恭敬 为什么呢 台湾的佛教里面有很多 在家的大菩萨 他的经文都像我这样这么好 他也能讲经说法 我讲法华经的时候呢 法华会上菩萨 有很多变成居士来听经的 你多读一些经文就知道了 所以你不论是在家出家的生 对一切的众生都要恭敬 你不要总是去看别人的优点 看人家的缺点 你看人家的优点之外 还要看到他又有佛性 注意听这一段的周庙 没有学婆人看到蟑螂 蟑螂不是脏的 畜生 若学南传佛教的人 看到蟑螂他会生怜悯心 哎呀 他就是畜生嘛 造恶意 大臣菩萨的人看到蟑螂讲 他也有怜悯心 可是蟑螂也是未来佛耶 你没想过呢 所以蟑螂不一定要用打探 欧陪陀佛 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我不见得到 蟑螂也有佛性了 你可以把它扫起来 帮它伸归送出去嘛 那我问 蟑螂你打的这个蟑螂 刚好是你过去是骂来投胎 那你打不打 在佛经理就有一个故事 中国禅宗里面就是这样 有一个禅师 有一天他出门就去渡 他一个徒弟 他的徒弟对不对 他一敲门 因为他平常也是不吃素的 有一天他在敲门 然后看到师父来了 对不对 他跟他讲 你还在吃鱼呀 你吃的鱼就是你的爸爸 他吃完鱼呢 他把鱼骨头丢过去 那只一只猫就在 那只猫就是他妈妈 然后呢 他吃完饭了 他咬一口 然后吐在那里给他小孩子 他说 那个小孩子才是你的冤亲在主 是前辈子要杀你 没杀成 所以我来做你儿子 然后那个禅师有神通 然后一谈起来就让他看到 原来那只 这能让他女儿是他爸爸 Masca Mama 可是呢 他这一世 误以为最疼爱的这个儿子 确实呢 过去要杀他的冤精在主 所以佛法 你说不听佛法 你常常会迷失在你陷阱 看你的表现 讲这种用意是告诉你 对一切的众生 你都要有领敬诸佛的心 这样子你会看到一切人都很恭敬 这样子的话 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清净 这个才是佛子行三十七寿他要教的 了解吗 所以看到一切众生都不要去轻视他 谁将来先成佛都是不知道的 你要以很真诚 跟自然的心对他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讲到这里 明天从第十六寿 也就是三十七夜 并二十七行 丁五 以无望恩故舍 就不要忘记众生对我们有恩和 希望大家能够先运行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两天 请两天 请两天 祝福老大祭 祝福老大祭 安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